一切都是gay啊 今天的消息真的让人好震撼 昨天才带您关心说 有一份FBI的备忘录证实 外星人曾经造访我们地球 这个新闻让大家又开始在讨论外星人了 不过今天的最新消息是 只是美国的资深科学记者说 他们深入调查之后发现 其实这是冷饭热炒的乌龙事件 相信却有歧视的人 都被一个近60年前的骗局给愚弄了 大家为什么这一次会信以为真 主要因为这次报道的报纸 名声名声稍微大一点点 所以才会产生这样子的乌龙事件